你的頭皮屑都噴到我的便當裡了啦 可是我用抗血洗完經驗都沒有用啊 那你有看過醫生嗎 這可能不只是頭皮屑 因為乾癩也會有這樣的症狀 老癢不舒服 反覆長出脫鞋斑塊的乾癩 是一種慢性皮膚發炎病變 根據統計 全台灣每一千人中 就有兩位乾癩患者 而且難以根治容易反覆復發 乾癩的嚴重度在於說 它會有很多的併發症 比如說引起新陳代謝症候群 包括高血壓 糖尿病 然後甚至是高尿酸血症 然後甚至會引起一些心肌梗塞 乾癩患者皮膚表皮代謝過快 在角質過度堆積下 使得皮屑大量掉落 這都是身體原細胞出問題 攻擊自身皮膚細胞所導致 並不是只有皮膚在發炎 因為皮膚的發炎是在最外表 我們可以用肉眼可以看到 但事實上乾癩的患者體內 其實有很多地方也在進行著 不等口度的發炎 包括它的心血管系統 包括它的關節等等 體內有許多部位 處在發炎狀態的重度乾癩患者 在傳統的塗抹藥膏 吃口服藥以及照光療法下 都無法獲得有效舒緩 因此藉由注射生物製劑的方式下 能有效改善病症 這是一種新的體驗 那有研究指出就是說 乾癩的斑塊上面 還有它們的一些像是動脈血管 甚至關節腔裡面 都有一些發炎的物質在進行著 那這些發炎物質它可能會隨血液循環 造出是對立在不同的地方 引起各種地方不同的發炎 那生物字跡也急轉在於說 注射入體內之後 它會去循環全身 不只治療皮膚 也會控制一些關節的發炎 甚至是心血管的發炎 世界學新知大點提醒您 乾癩患者日常生活 可以做好防曬工作 還有勤擦乳硬 阻隔過敏原進入皮膚裡面 甚至像是多喝水 可以增加皮膚保濕度